美国与澳洲举行外交国防部长2加2会谈 29日宣布达成协议 扩大两国军事合作 暂化美国在澳洲的军事部署 会后共同声明重申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对此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感谢 也说旧民主才是国际的共同语言 美国和澳洲外交国防部长 29日在澳洲布里斯本举行年度2加2会谈 正式名称为澳美部长级凑商会议 奥斯曼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台海的安全 这个安全不只是台湾的利益 美澳重申强烈反对南海破坏稳定行为 对中国不符合国际法的过渡还是主张 以及加剧区紧张局势的片面行为 表示担忧 也强调台湾作为主要印太经济体 与民主政体的重要角色 将共同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面对中国在印太地区 这一身高的战略野心 华富与坎培拉加强巩固双边防务关系 学者分析美中战略竞争开始以后 美国一步一步强化 与传统盟友的合作 共军持续扰台 国防部公布自30日9点起 征获11架次 兼16等各式共机出海绕台 其中六架次逾越海峡中线 自今天上午九十时起 国防部陆续征获中共 兼11、兼16及空警500等各型机 继11架次出海活动 其中六架次逾越海峡中线 配合共建五艘执行联合战备警询 孙立峰表示 国军运用联合情监证手段 绵密掌握 并检派任务基建 甚至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 接着我们陈伯宇 詹淑云 整理报道